小弹的网友在微博上晒出了一组初中生当众求爱接吻的图片 这照片中一对穿着校服的初中生在学校的操场当众求爱接吻 一旁还围满了鼓掌的同学 这场面很多网友大喊小伙伴们惊呆了 近日有网友在微博晒出一组初中生当众求爱接吻的组图 据报道商丘市某中学是当地重点学校 日前一对初中生在操场当众舍吻是爱 男生送给女生的是棒棒糖和鲜花 美丽女生送给男生的是小叮当机器猫 在交换完定情信物后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观众瞩目下开始女孩还有点羞涩 不过很快经过男生的挑逗手稳长达近十分钟 对此网友评论现在的初生生太牛了 当众求爱接吻 看这对主角已经忘情的陷入其中 周围的同学投来祝福的目光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送去了阵阵掌声 以前在大学校园 教隐必处常能见到这样的场景 但现在在公共场合下也能看到 并且是初中生 这让不少网友对现在中学生 这种大胆的行径感到择舍 而对于孩子的过分早熟 也让人不禁感慨 现在的思想品德和性教育 完全跟不上孩子发育的程度 孩子心理成熟度远远超过成年人的想象 如何正确的引导才是关键所在 近几年90后频频爆出猛料 邯郸大学教士做爱门 浙江慈禧直高摸奶门 北京顺义武中脱库门 上海初中教士喂奶门等等 让公众已经近乎抓狂 帖子一经发出引起网友关注 网友一周风雨认为 这是学校教育的缺失 不少网友也觉得非常的雷 感叹现在的孩子早熟太自我 有网友称 我们当年是多么的清纯 和同学连手都不敢签 但是也有网友认为正常 有网友说这已经是普遍现象了 只是在公众场合这样的行为也确实不太好 至少得收敛点 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时代 是信息共享和快速传播的时代 对于孩子们来说 他们生活的环境不再是纯洁无菌的 他们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随时会被歪风邪气利用 从而走上荒唐迷失的道路 现在的思想教育和性教育过于保守和落后 完全不能给孩子起到正确的引导和保护的作用 除了事儿怨天怨地怨学校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部分 孩子因为教育疏忽而误入歧途